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大量的时间去找一堆风水保地就麻烦了 佳因,现在世上真正的风水大师就不多了 一般都是普普通通的风水师 这些风水师也不懂逆天改命 也不懂沉隆点月 最多就是找一两答 可以保佑后人家责平安的保地 真正的风水大师可遇不可求 普通人很难有机会接触到 与其将希望放在风水大师身上 不如靠自己吧 西门军见秦宇讲完了 今天带动观众一起鼓掌 再次感谢陈先生 陈先生这番说话很有道理 风水虽然神奇 但是我们还是要靠自己的 多谢大家看今期的人物 这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说完西门军和秦宇就同时站起身 对着大家摆了下手 之后就一起回到后台 回到后台 西门军就说了 陈先生 你今次的表现很好 几乎都没什么差错 因为上台之前 他就怕秦宇会紧张协强说错话 所以也有想过到时怎么够场 不过 真的录影的时候 秦宇竟然和之前的表现完全不一样 整个人很自信 很松容 一点都不像第一次上电视 秦宇说 西门先生过奖了 我已经出汗了 秦先生 要不是我们今晚一起吃个饭吧 好吗 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 其实 接到台长给这份视频他 以及关于秦宇的资料之后 他就对秦宇很好奇了 西门军主持了《人闻》这个节目 差不多二十年了 期间也见过很多嘉宾 但是风水这一行 他还是第一次见的 虽然说 香港大部分市民 对风水不排斥 但是也不会太相信风水 而且 作为一个电视节目 还是有这么大影响力的节目 请个风水师来做嘉宾 那不就等于 和内地的政策相违背 所以 当中肯定是有什么原因的 于是 他请吃饭是有两个想法 一来 就是多点了解风水方面的东西 二来 是希望借这个机会 和秦宇加深认识 但是秦宇说 西门先生不好意思 我今晚还有其他东西要做 如果有空的话 下次我请你吃饭吧 那真是可惜了 不过 下次秦先生有时间的话 打个电话给我 可以 秦宇真不好意思 佳因这么巧 郑家和李家就一起请他 而且他就打算明天就回内地 搞定爸爸妈妈安全的事务要紧 秦宇和他道别之后 就和坦克一起去了停车场 开车走了 坦克一边开车一边就说 陈先生 想不到 你上镜这么英俊的 上镜 是啊 刚才我在后台那里看着那个屏幕 你很有气质 那个词怎么说 就是 就是很 很醒目的 是不是有越智 是啊 有越智 而且还很自信 那个主持人的气场 完全被你掩住 哼 不关我事的 是因为主持人愿意将自己的气场收买 这种才是合格的主持人来的 他说完就眉上对眼 我坦克就不明白了 其实呢 访谈节目的主持人最好的表现 就是需要他的时候马上出现 而在不需要他的时候 可以令观众忽良他 有嘉宾自由发挥 西门君就是做到这点了 怪不知 他主持人愿这个节目 可以主持这么久了 好了 秦宇他们跟着呢 就会回回广州 然后找保安公司了 究竟他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留下期继续讲 欢迎你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超品上司 作者九灯和线 由陈家琪播讲 第619章 巨盾保存公司 上期我们讲到 秦宇和坦克要回广州了 在郑家的私人飞机上面 坦克在通道那里走过来 他说 陈先生 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 我已经跟老头商量好了 他跟巨盾保存公司的广州负责人说过 等会我们直接去巨盾 在广州的分部就可以了 在这里我要讲一下 什么叫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 其实香港飞广州 大概2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 好了 不要管了 这些东西 秦宇摇了下头 但他心里很感慨 今次香港之行 很多东西出乎了他的意料 同样收获很大的 尤其是昨晚 散了职之后 郑先生和佳成哥 分别跟他谈了一会儿 郑先生之前就没有跟他打招呼 直接给了一个荣誉顾问他 就跟他说 曬塌不好意思 当然了 秦宇也不会因为这件事责怪他 之后 郑先生就说 每年5000万正式聘请他 作为周大利珠宝集团的荣誉顾问 他的职责 和在李卫君的强业集团 我说是差不多的 咦 即是现在郑先生 明摆着送钱给自己花 那当然不会说 no 那而加成哥呢 厉害了 他竟然直接拿出了 长实集团3%的股份送给他 3%是什么概念 以长实集团现在的资产 还有几次融资 李佳成自己 占股份只不过是18% 而他送的这3% 是由他所占的18%股份当中抽出来的 即是说 送了3%的股份给他之后 佳成哥 自己剩下的占股只有15% 当然啦 股份不是说无故乱送出去的 他对秦宇有一个要求 只要以后 长实集团有困难的时候 而秦宇都在能力范围之内的时候 他就要出手帮 除此之外 就没有其他需求了 秦宇就继续不到 佳成哥这么有魄力 3%的原始股 说送就送 这么大手笔 连郑生都做不到 3%的股份 按照市值计 大概就是十几亿 至二十亿之间 但是 这件事就不同钱 股份是关系到 李佳对长实集团的掌控 这个 比送十几二十亿 更加需要魄力 秦宇一开始 跟成龙一样 朱爵的 不可能 有我 骚我才马上骚 但是佳成哥 就立定心水了 竟然还带股权书过来 上面写好了 秦宇的名字 等他签字就可以了 秦宇心想 那些人经常都说 佳成哥很好眼光的 这么多次投资都没有失手 难道自己在他眼中 值得拿3%的股份出来投资 算了 他也是不想了 既然他喜欢投资 就由他投资 反正自己不会有什么损失 而就在他登基离开香港之后 李佳成就跟霍文华 在书房里面密密针 李佳成说 君华 你叫秦师傅参加人物这个节目 应该不是你的意思 霍文华 说 义长 这个确实不是我的意思 若然秦宇在这里听到 霍文华对佳成哥的称呼 肯定会很惊讶 义长 不过 他们两个的关系 在香港最顶级的圈子里面 就不是秘密了 霍文华的一个远房姨妈 就是佳成哥的老婆 而他之所以可以做到特首 李佳有出力 李佳成指了一下北面 他说 是不是上面打了招呼 是啊 是那个办公室打电话过来的 哦 不过我早就猜到了 但是猜不到 会是他的主意 是啊 我都猜不到 秦宇竟然可以惊动到那个人 你不要看小秦宇 可能一般的风水师 或者风水大师 都不会被他怀疑到 但是 如果秦宇可以去到宗斯境界 乃至更高的话 那就值得那位大人物留意了 所以 仪想你才会拿3%的股份给秦宇 是因为 你都相信秦宇可以去到宗斯的高度 不用我送的 既然那个人对秦宇这么自信 我不如跟着他一起买了 当初我白手起家的时候 也都赌过不少次 每次我都赌赢了 所有人都以为我眼界好 但是其实 只不过是我喜欢分析 而且我有一种感觉 秦宇的未来 会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想象 去到一个情无古人的高度 那佳成哥究竟有没有赌赢呢 不就之后再说了 现在我们讲回秦宇这边了 地点在广州的白云机场 他们由私人飞机下来之后 就上了坦克架车 直接去市区的巨盾保存公司了 再说多次 保存公司 其实就是保安公司的意思 就是为人或者物提供保护 好了 坦克很快 把车开到一栋大厦前面了 秦宇抬起头 望了一下这栋大厦 这栋是商务写字楼来的 而三楼就挂着那块公司招牌 巨盾保存公司 他们下车 直接进了大厦 在三楼电梯出来之后 秦宇第一眼就看到 一只很巨大的白甲雕塑 在玻璃大门前面 他仪的什么声 坦克说 秦先生 你这只白甲 是巨盾保存公司的标志 几乎每个分部 都有这样一座白甲建筑 秦宇说 贴 subsequent 看這個標誌的人也挺有趣 白甲是象徵和平的 但是這個世界若然這麼太平的話 沒有人犯罪 保存公司也不知道怎麼做生意 雖然以前坦克就來過這幾次 但是真的沒有想過這一點 現在聽他這麼說 就覺得 是吧 若然沒有人犯罪 還請保鏢來做什麼 秦宇笑一笑拍了一下他肩膀說 曾經有個神醫說過一句說話 他最希望的就是 世界上再也沒有病人 寧願沒有收入 沒有米落鑊也沒有所謂 說不定 巨盾公司老闆是這樣的 好了 我們進去吧 說完他就先進去 前桌上有一個穿緊身衣服的女生 看到他們兩個人進來了 他就說 歡迎來到巨盾保存公司 兩位先生有沒有預約的 這個女生的聲音呢 跟一般的前桌不一樣 她說話很鏗鏘有力 微語之間 英姿煞爽 坦克說了 有啊 我們和你們的部長預約過的了 哦 是不是陳先生啊 我們的部長 在辦公室那裡等著你的了 兩位請跟我來 說完 他們就走到裡面的辦公室了 不過走到一半呢 秦宇細細聲地說 喂 坦克 那個部長會不會認到你的 因為坦克在軍方的檔案當中是個死人來的 而巨盾保存公司又有軍方的背景 若然部長認得坦克知道他還沒死的話 怕且會驚動上面的 坦克說 他不認得的 現在這個負責人 不是我們當時執行任務的那個了 而且 我們執行任務的時候 是喬莊過的 嗯 那就好了 兩個人說完之後 又加快腳步 咧咧咧咧咧跟著前面那個女仔 咕咕咕 道長 你的黑人到了 說完之後 那個女仔轉身就離開 秦宇感嘆了一句 啊 巨盾保存公司 果然跟一般的公司不一樣了 一個前台說話呢 竟然可以是這麼硬朗的 他心想 這個前台 應該是一個退伍的女特總兵 在辦公室裡面這個時候有人說 請進來 這把是把男人聲來的 很夠忠氣 那究竟 秦宇找人保護爸爸媽媽又順不順利呢? 我們留下期繼續說吧 歡迎你收聽 由喜馬拉雅FM出品的超品上司 作者 九燈和善 由陳家琦播講 第620章 陌生來電 上期我們說到 秦宇和坦克兩個人回到廣州 第一時間 就去找巨盾保存公司 因為秦宇想請人去保護自己爸爸媽媽的安全 他們來到一間辦公室 推開門之後 他第一眼就看到 坐在辦公桌後面的一個男人 這個男人40歲左右 國字口面 輪廓很分明的 身上散發了一種堅毅的氣質 他應該是個軍人 在秦宇看著這個人的時候 這個人也打量著秦宇 他昨天收到一位軍區老朋友的電話 就說今天有位先生會上門 找他談一些保存的業務 坐在辦公桌的這個男人 叫做富龍 他說 秦先生 你好 我以前的老班長 跟我說過 秦先生 你是否想我們暗中保護你的父母 聽到他的說話 秦宇和坦克互望了一下 老班長? 然後坦克押了頭 他明白了 老班長應該是邱銘找軍區的其他人 跟富龍打了一聲招呼 不是他本人出面 秦宇押了頭 在辦公桌前面的客座坐下 他說 是呀 麻煩你了 我叫富龍 是廣州巨盾保存公司的負責人 像秦先生那樣的要求 我們以前都有客人提過 不過 秦先生 暗中保護 和光明正大保護 浩費的人力物力 不一樣 富龍介紹完自己之後 就直入主題 這些就是做實事 不是和你繞一個圈 再慢慢說 既然對方那麼直接 秦宇說 這個我知道 富先生 不如說一下你的方案 老班長 和我介紹過 秦先生你的要求 但是 只是說了一個大概的要求 具體的方案 要等秦先生 你告訴我們 你想怎樣 才可以根據情況 給出來的 嗯 是這樣的 我爸爸媽媽都住在鄉下的 平時他們的生活很有規律 就是上落班 間不中就去親戚家裡 一般情況之下 他們都不會離開縣食 而我希望可以保護到我爸爸媽媽 但是又不讓他們發現 嗯 嗯 我明白了 秦先生 可不可以說一下 你家裡的具體地址 說完 他又將椅子站起來 將椅子一推開 露出後面的大屏顯示器 然後就禁遙空 拆一聲 屏幕上面 顯示出一幅清晰的全國地圖 秦宇就自報家門 那很快地圖就有顯示了 哇 竟然詳細到每條街的門牌號都出現 一見到自己家門牌號 秦宇就明白了 這幅地圖絕對是軍方的 因為現在市面上的一些地圖軟件 到小縣城 一般就是正確到一些主幹道 有個大概輪廓 但是看看這張地圖 正確到每條街每戶人 所以絕對是軍方的機密地圖 賦龍這個時候 看到他們兩個這麼驚訝 也有些得意 以前客人第一次看到軍事地圖的時候 也是這樣的表情 這種也是他們巨盾的一種實力 看到這幅地圖 那些客人對巨盾的硬件實力認可 又會升一個等級 賦龍按照他的地址 在地圖那裡畫了幾個圈 然後說 秦先生 你家裡的位置就是這裡 而你父母上班的位置就是這裡 這個區域就是你父母活動的主要區域 在這個區域裡面 有六條鄉級道路 有十二條村路 拋開這叫靠叉位置 也就是說 如果要注意沒有可疑人員 入到這個區域 要八個人負責看守 而如果要二十四小時 輪流看守的話 那只是這八個路口 就要安排十六個人 另外我們還要在這裡 這裡和這裡都安排人看守 這裡減了六個 還要安排四到六個 暗中跟蹤你父母的 為了不讓他們發現 過兩個星期就要換一批人 所以 如果保護半年的話 至少要三十八個人 講完 他看著巡羽 三十八個人 不小的你不開知 另外配車方面 他想了想 半年起碼要五千萬 巡羽這個時候也在想 但是他有錢 所以他不用想錢 而是想這個方法 是不是可行 按照他所說 就相當於 在他家裡小鎮每個路口 都要派人 但是小鎮雖然不是很繁華 但是偶爾也有些外地人 或者由其他地方過來探親那些三寶人 那你又怎麼判斷 哪些人是可疑人 巡羽想到 也有問 他相信巨盾公司是有實力的 但是 他們這些安保人員的素質是怎樣 他就不知道 富龍就說 巡先生擔心什麼我明白 不是 我可以告訴巡先生 我們 負責監視的人 都是軍區偵察連推下 偵察能力 絕對可以放心 巡羽說 富先生 有一件事可能你不清楚 如果是保護我父母的話 要注意的 不是那些很健碩的男人 反而是那些老人家 為什麼會是老人家呢 因為他知道 若然有人想通過 對付他父母來要脅他的話 這些絕對是玄學界中人 這類人 從外表看起來 和普通人就差不多 而且更加可能是老人家 所以 和一般保存公司懷疑的目標就不一樣 富龍聽到他這樣說 反而開心了 哦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難度會更加低 這樣吧 陳先生 我帶你去我們的訓練基地看看 看看我們公司職員的質素 好 那請跟我來吧 說完 他直接帶巡羽和坦克兩個人出了辦公室 就走去後面的訓練室了 那至於他們去到訓練室見到什麼呢 我們暫時先不說他們 我們說回 在京城 一棟豪華會所的包廂裡面 一道電話的鈴聲響起 一道電話的鈴聲響起 吵醒了睡在床上的一對男女 咬一隻手從皮那裡伸出來 拿起床頭櫃上面的手機 這個是個女孩子 她說 莫少 你電話響 莫詠聲就睡得很軟 她就說 哪個電話 不知道 你沒有傳的 江西的 不知道 說完女人就把手機放在床頭櫃 莫詠聲就抱著女人說 噢 我晚睡 你昨晚扯得太盡了 一天最壞都是你 好像前世沒見過女人那樣 鬼叫你這麼傻 莫詠聲把女人一翻身 準備右嘴下去 但是這個時候 手機又再響起了 莫詠聲說 我頂邊差過 她一看 又是那個由江西打過來的電話 她直接把手機放在一邊 然後就咀到女人那裡 而這個時候 在江西櫻譚市某條行那裡 一個十五六歲的男生 拿著手機 很急啊 她說 快點接電話 快點接電話 她手裡面還拿著一個盒 好了 莫詠聲這個時候拿起手機了 因為她真的不耐煩 她按了個接聽見 還沒等對方說話 她就說 我頂你這個掣 你神七這麼早打電話給我 幹什麼 誰呢 若然你是推銷廣告的話 你別搞事了 你馬上收善 若然不是我保證你一個禮拜之內 全家雞犬不靈 喂 是不是 莫先生 我是哪位 是這樣的 我手上 那些古玉圖冊 莫先生你還要不要 古玉圖冊 那究竟 這個電話又是誰打過來的呢 我們留下期繼續說 歡迎你收聽 由喜馬拉雅FM出品的超品上司 作者 九燈和線 由陳家琪播講 第621章 姜家後人 上期我們說到 莫詠聲睡到夢夢鬆鬆的時候 接到個電話 電話裡面呢 是個男生的聲音來的 她說 喂 是不是莫先生 我是哪位 是這樣的 我手上那些古玉圖冊 莫先生你還要不要 古玉圖冊 哦 不要 說完她一收線 把手機一扔扔開 她身邊那個女人就說 莫先生說 應該打電話過來 不知道哪個 什麼古玉圖冊 神經病 我又不喜歡看玉 玉又怎麼夠你好看呢 是吧 嘴一口 叫作聲 末永聲想嘴下去的時候 突然間 噁一聲 馬上推開她女人 她女人就說 末師傭啊 幹甚麼事啊 哎呀呀呀呀呀呀я呀 整間公廉了 我想起了 这次大顶落了 说完他马上下了喊 把手机倒化 哎呀�승良 numa去了 刚刚才丢了那把手机進地 弄都太用力了 刚刚摔过手机就落到茶几上 那个屏幕直接爆料了 莫永升华 mitä tops 隔壁的女人递了一台手机给他 说 莫永升华用我的手机 哎呀 thank you very much 过几天你去选择手袋,入网数 多谢莫少 莫永星拿起手机就准备打电话 而之前电话里面的男孩 被莫永星收了线之后 他臉清了,他很想打电话再去问 但是,刚才阿星一乱嘴地说 吓得他疾了 男孩心想 李伯伯之前又说 莫先生想买古族图策 不是说找他就可以了吗 怎么又转态呢 就在男孩游游疑的时候 另外有个小孩在行那里冲了进来 他说 阿柱,阿柱,别加火了 那些人去到你家了 你姐姐被他们围住 快点回去吧 听到自己姐姐被人围 这个叫阿柱的男孩 他很生气 把手里面的盒和手机交给自己的朋友 他说 你帮我保管住这些东西 那些人的坦 我和他们死过 说完 他就跑出去了 就快出到行口的时候 他看到 墙边有条铁滚 他顺手一脑 就跑回家了 而莫泳星将自己的电话卡 换到女人的手机上 找到记录 他就打电话过去 但是一直没人听 他说 接电话都有的 现在摆款了 他身后的女人就玩 莫少 你说 一不是 遲点再打了 说不定人家没戴手机呢 不行不行不行 莫泳星说 no 一推开那女人 快点穿好这衣服先 喂 我有事先走先 再约 拜拜 莫少 莫少 那个女人叫都叫不住他 出了会所之后 阿星就心想 我需不需要打个电话给秦宇呢 他想了想 当初秦宇得到那本古欲图冊的时候 他很激动的 而那份激动的神情 是阿星以前从来没见过的 若然不是时间不允许呢 秦宇还想着 找那本古欲图冊的主人 这本古欲图冊 或者他的原主人 对于秦宇来说 很重要的 而这个时候 秦宇电话响了 他在做什么呢 他就跟着父郎 在那儿参观巨盾公司的训练基地 看那些职工 进行各种各样的训练 和一些仪器 秦宇走到一边说 喂 阿星搞什么鬼啊 喂 秦宇啊 你当时不是跟我说 叫我帮你找那个卖古欲图冊的人呢 我今天刚刚接到一个电话 他就问我是不是想卖古欲图冊呢 听把声我就知道 哇 这些人肯定就是原主人了 不过来就因为 是呀 信号不好 是呀 信号不好我就收了线 但是我打回去的时候就没人听 古欲图冊 真的呀 那 那现在联系了没有 没有 那边一直都没有接电话 不过既然他打电话给我呢 应该我会看到来电显示的 到时打过来 放心啊 最多等久一点点 一直没有人知 喂喂 打电话给你那个是男还是女来的 男的 听把声小子来的 说话 阿昇還打算說話 但那邊就收了線了 阿昇心想 搞錯大哥 但是莫家大少爺 你講我跟班也有 不過吳居說吳居 她還是打電話給電訊局的熟人 這件事她是有點心虛的 若然不是她之前收了別人 現在可能甚麼事都說清楚 她心想 當我欠了你 而吳居收了線之後 打了另外一個電話出去 打給誰 原來打給她的包師兄 電話一接通 她沒有客套 直接說 喂 包師兄 有件事找你幫忙 你可以幫我建屋吧 占卜一下 看看 以我現在的位置來計 鄭西偉有沒有甚麼事發生 聽到私底的請求 包師兄自然不會拒絕 不過 起掛不是那麼簡單 說禮就禮 需要時間 那秦居就拿著手機站在角落頭 坦克看到 咦 這邊好像有點動靜 和富龍曬了個傘 就走過來 她說 秦先生 是不是發生甚麼事 我現在不清楚 等等 我先接個電話 喂 阿星 怎樣 俊居 查到了 我手機號碼的主人叫姜婷婷 是女兒 江西英談人 好 我明白了 說完 她切換線路 跟包師兄說 包師兄 是個女人來的 叫姜婷婷 包師傅說 好 有了個名 起掛就簡單 秦師弟 給我一點時間 十五分鐘之後 打電話給你 現在我先去準備一下 包師兄要去準備些甚麼 秦居當然知道 憑一個名就起掛 難度不是一般的大 至少秦居現在自己做不到 秦居心想 姜婷婷 姜婷婷 姓姜應該沒錯 她想到 餓龍先生的大弟子 也就是自己的師兄姜婷 姜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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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自己格代師兄的後人 雖然 她當初見到餓龍先生的時候 沒有叫過餓龍先生做師傅 但是 心裡面已經當正是她的弟子 這樣計落 姜婷就是自己師兄 而自己師兄的後人 就等於是她的晚輩 有些甚麼事 她肯定不會袖手旁觀 那究竟 姜婷婷又發生了甚麼事呢 我們留下期繼續說吧 對 他們聽不通 是甚麼的 喋著